女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大街上 更离奇的是,自己失去了三个月的记忆 小美本是一名理发师,虽然不算富裕 但有一个爱她的男友,两人也准备结婚 但在三个月前,她却被自己的闺蜜绑架了 闺蜜叫安妮,是个正儿八经的白妇美 平时要什么有什么,但她喜欢的男人,就是要不来 安妮爱惨了这个男人,特意在男人家对面住了个房子 每天暗中偷窥,男人却和闺蜜小美走到了一起 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 安妮就此黑话,就在情人节这天 安妮绑架了小美,将她扔进了浴缸 她一手拿着吹风机,一边对着小美露出变态的微笑 但小美也不是吃素的,一把将安妮耗进水里 两个战斗力为负数的女人打斗一阵 结果倒好,双双被大柜子给埋了 但诡异的事发生了,小美醒来时 发现自己既没在安妮家,也没有在医院 而是躺在大马路上,并且时间一下子 来到了三个月后,安妮也不见了中英 自己这三个月的记忆去哪了 小美想不明白,她找到男友,告诉她自己失忆了 男友叫小帅,是一名外企高管 别的不说,长得那是真帅 难怪两个女人爱得要死要活 最主要的是,小帅还特有责任性 两人找到安妮父亲老王开了医院,询问安妮的下落 老王一听,自己女儿承认绑架犯 还害人失去了三个月记忆 当即那是一个大义灭亲 二话不说,就让他俩去报警检举揭发 还承诺免费给小美做心理辅导 这操作,把小美都给整蒙了 更懵的是,小美发现自己好像撞邪了 来到小小家后,她梦见安妮脸色煞白 死死瞪着她,活生生一个死人样 吓得小美差点原地去世,立马运了过去 醒来后,小美害怕的躲进卫生间 天花板又开始渗血 一滴,两滴,这时一个东西突然砸了下来 小美一看,是自己的爱犬 她被人活生生给捅死了 小美认定,如此残忍之事,只有安妮干得出来 可安妮却哪了,是不是躲在某个角落 想要弄死自己 小美开始变得一声一轨起来 这天,她在地铁站遇到一个男人 对方说她叫阿明 可小美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阿明又告诉她,这三个月来 她和他一直在一起 为了硬直事实 她带小美去了他们以前住过的地方 并说了许多关于他们以前的事 还说三个月来,他们都睡在一起 这哥们儿说得像模像样 但小美压根不信 自己没有丝毫记忆 于是转身就要走 阿明见状,赶紧把自己的电话号码报给她听 小美回家后,又做了一个恶梦 在梦里,自己差点被安妮掐死 惊醒后的小美开始怀疑 安妮是不是变成了鬼 不然为什么老是梦见她 那天后她到底去了哪里 这时电话响起 电话里小帅对她说 安妮的尸体在海里找到了 小美来到医院 看见了安妮的尸体 由于长时间被海水浸泡 已经看不出人样 根据警方判断 是她自己开车冲进了海里 小美更加怀疑之前自己看到的 是安妮的鬼魂 就在她迷茫之际 更加诡异的事发生了 从监控录像里 小美看到 杀死自己爱犬的人 并不是安妮 而是她自己 可她自己却没有丝毫印象 小美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有人格分裂 自己另一个人格杀死了安妮 杀死了爱犬 所以自己才没有这些记忆 第二天 小美去参加安妮的葬礼 她近乎瞬间方便时 里面突然响起了诡异的歌声 镜子里 出现了安妮那张可怕的大脸盘子 紧接着 一双腐烂的手 一把就将小美给拽了进去 下一秒 小美就开始对着镜子 带起美瞳来 露出诡异的笑 接着 她走到大家前面 对来参加赵宁的人们说道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赵宁 在场宾客都惊呆了 心想这人谁啊 指不定是有点毛病 谁知小美对安妮的事情入处加征 还叫男友骂了个隔血淋头 说她建议思迁背叛自己 害得自己失去了孩子 老王给小美做了检查 确定她不是被安妮鬼附生 而是得了人格分裂症 一个人格是小美 一个人格是安妮 这时 小美的男朋友格不明白了 如果是人格分裂 那小美之前说的孩子 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当初安妮怀上了小帅的孩子 但因为一场车祸导致流产 小美再次醒来 躺在病床上 一个小男孩站在病床边 说她在医院里看见僵尸 还拿出一本画册给她看 就像上面的僵尸一样 小美本以为是小孩子的活话 并没有在意 但她却没想到 这恰恰是JKMT的关键 出院后 小美觉得因为自己的原因 导致闺蜜安妮失去了孩子 加上自己得了精神病 她决定和男朋友分开 回到老家休养 但小帅不在意她是精神病 并向她求婚 感动之下 小美同意了 回到城市后 小美从清晨的阳光中醒来 最近安妮的人格 也没有再出现 一切似乎往好的风向发展 但就在这时 她看到一个医闹新闻 出世的是老王的医院 一个小伙子的姐姐 在三个月前送到医院后 无缘无故失踪了 医院也不给个说法 凭着女人的第六感 小美感觉是有蹊跷 她找到那个小伙子 了解事情的缘由 却意外地发现 而是这小伙子的姐姐 被人瞒天过海替换掉 第二天 两人去拍婚杀照的时候 小美的精神分裂再次发作 又变成了安妮的人格 小帅发现了不对劲 说她只会和小美结婚 而不是安妮 愤怒的安妮跑到马路上 威胁她不同意和自己结婚 就马上撕给她看 这时 一辆汽车飞驰而过 将安妮撞飞 小帅急忙将她送去医院 等她醒来后 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人格也恢复成了自己 但在她的记忆中 出现了很多安妮的记忆 她感觉这样下去 安妮人格出现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而自己也会彻底变成安妮 她怀疑是安妮父亲老文搞的鬼 是她把安妮的记忆 植入了自己的身体 她想起那个小男孩受的僵尸 于是跑去找到男孩 小男孩告诉她 她看见院长老王 把僵尸和小美一起放在地下室 小美想去地下室查明真相 可院长待人在后面追她 她只好躲在前台 却意外发现 当初说认识自己的那个阿民 竟是这个医院的受伤科医生 小美赶紧去找阿民 想了解关于这一切的真相 来到天台后 她又突然变成了安妮的人格 把阿民装下楼去 在临死前 阿民说了句 你这个骗子 安妮为什么要杀死阿民 阿民为什么要说安妮是个骗子 我们接着往下看 结婚这天 小美好不容易恢复自己的人格 她开车去医院地下室 在地下室里 她找到了一间秘密手术室 最后她在墙壁里 找到了一具 泡在福尔玛林里的尸体 而那具尸体 居然就是她自己 看到这一幕 小美终于想起了所有的一切 原来 真正的小美 在三个月前就已经死了 安妮苏醒后 她请求阿民帮她整容 整成小美的样子 并答应以后嫁给她 这就是为什么 阿民死的时候 说安妮是个骗子 而安妮杀死阿民 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秘密 安妮虽然变成了小美 但她还有一丝良心 在对小美的愧疚下 她分裂出了小美的人格 也就是说 之前出现的小美 其实是整容了安妮 而真正的小美 一直都被气在墙壁里 小美知道自己 只是安妮分裂出来的人格后 变化作星光消失了 而安妮也恢复了正常 她决定继续终成小美 和小帅完成婚礼 在婚礼上 安妮对小帅说 小美已经彻底的消失了 你永远只能和我在一起 这时 宾客们同时收到一条视频 视频的内容 就是安妮整容成小美的全过程 原来是小美人格在消失前 把这些资料做成了视频 宾客们全部被吓跑 小帅也收到了视频 安妮也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当初她绑架了小美后 她对小美说 如果你们俩真心相爱 她就能感受到你的位置 结果小帅还真感应到了 可到了门口后 她却放弃推门进去 就这样错失了一次 救小美的机会 安妮还想给小美一个机会 她拨打小帅的电话 想让她过来 可小帅一看是安妮打来的 就直接挂断了 连接几次后 小帅直接把手机关机了 最后崩溃了安妮 烈死了绝望的小美 电影的最后 顺无可怜的安妮 引爆了煤气 选择自我毁灭 而小帅这个看似痴情 实则扎了一批的男人 却还活得好好的 同时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防火防倒防闺蜜 找闺蜜一定要插亮眼睛 这部电影 算得上非常不错的国产片 虽然不出所料是精神分裂 但却不让人反感 可怜的小美 一直以为 是安妮想占据自己的身体 到最后才发现 自己只是安妮分裂的人格 小扯尽是自己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